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睡觉前我观赏了几部视频 直到睡觉的时候我还把我手机穿在我的手掌心里 醒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发现手机在我手掌心里 立刻把它收进我的背影 因为手机对我太重要了 昨天发生了三件事情 这下午十二点多的时候我妈妈的朋友 一位auntie带着教会的教友们来这里采我家里的红帽 但走之前她给了我一张二十块钱 她第一次给我钱 那个auntie是我妈妈的朋友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是OKU我每个月有了政府给的OKU的中原 然后昨天我去按签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户口多了二十块钱 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 然后第三件事情就是 她停在我家 ag 停在我家门口 停在我的家门口 停了她不关她的车een许 停了大约十至十五分钟 然后我就去全面 然后 gemacht Orleans 因为他一直不肯走停在我的门前 就那个引擎一直开着我去 我去看见那辆车里面的 车主是一个马来坡 然后有一个摩托经过 他才肯驾走他的车 是一个马来坡 就很奇怪 蛮可怕 昨天 不是前天 前天有一个 电器商的工作人员来我的家 讲要为我兜冷气 然后 或者买过滤水机 每个月供100块 直到5年为止 我差一点我就去买了 你知道吗 我太想令我自己舒服了 结果就没买到 这买到的话我们就变穷了 因为要公文 还有 还有啊 还有我的手机 我帮我的手机买了一个手机客 20块钱的手机客还蛮新 很好用的 还有 昨天我去超级市场去买东西 然后 我帮我妈妈买了一包 Ellen奶粉 9月9号那天 柔福补选曾经 开菜的时候 私事揭晓的时候 好像赌博 开菜 跟姐姐揭晓的时候 那天 爱药的视频我没看 不知道 我觉得对我而言 刺激太大了 可是昨天的那两个视频 我都有去观察 我讲有个安地 在看见你的时候 看你打账户 我觉得你有进步了呢 我那天讲的话 我觉得你有进步了呢 我觉得你讲的话很有充电 我为你感到开心 虽然你的 你的视频叫做闲聊正直 就是 就是 不会太过认真 就是 随心即兴而讨论吧 那 可是我觉得你最近有进步了 你 你变得认真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讲的 第三十例 你讲的 孟悠丁的 阿爸的言论 你知道 令我想起 这样 撤销空追 的第一人 其实不是扎西 是孟悠丁 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 还是 你是无意中 这样子 让我们这样子觉得 我觉得 母大哈 如果讲他们 现在他们 退出政党 还蛮可惜的 可是他们并没任何 一些 在国会里 所以讲 他要撑到四年之后 其实他要需要很大的 政治资金 如果他要去 维持他的那个 那个政党的生命 但是我 我觉得讲 他不可以一位 只是靠着他 去平激 团结政府 不是平激国门 去维持他的那种存在 他要对那一种 现在我们政坛的时事 做出一些 正确的 纠正 与 补救 让人民看到这样 母大骑士 是真的是我们的后路 而不是国门 是我们的后路 明天 那不是今天是拜一 明天拜二 后天拜三的时候 然后我会 我们 我和我妈妈 会坐他朋友的车 去 马六甲的Jasco 培养 买月饼 他也是买 冰皮月饼啦 不是 我不喜欢吃那些 火腿 或者是那种 放点西人的那种月饼 我不喜欢吃的 我 要吃冰皮月饼 我们到第九分钟 我们到第九分钟 看起来 按住到十一分钟 你觉得我该不该放字幕好了 我觉得不放字幕好像更加真实 很不错 而且看直播的 面对你有些字看不懂 我不可以在你的频道留言了 恭喜你 你的频道已经突破了三万人 可以在你的频道留言 不过我可以录影来回应你的 你的说法 你的对真挚的说法 的确哈 政治陷阱 这种事情 可能每个马来西亚官员都有经历过的 他们无意接接在他们的死人的银行户口里面 接受了这笔陷阱 比如说他们出粮的时候 忽然之间多了一笔钱 他们就称之为 称之陷阱 因为没办法 人家进你的户口 谁人会进你的户口呢 或者那个 这个阴影跟那个答案很容易找到 是塞萨迪安那时候 他好像是青年运动体育部长 对吧 后来他辞职在马哈泰的时期 我还记得 他自动辞职 就是讲他自动和马哈泰的关系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值得 就 就讨论的就是 他不是政治贪污的那一档啊 所以 这一点是一个优势 而且他的 他的那个 教育的那个 质力很高 他好像是一个硕士来的 他是辩论的高手 很浪费 我觉得 马来西亚浪费掉的一个人才 嗯 嗯 嗯